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我們會搞盡老汁一起慶祝 但很多時在節日過後 都會造成一些垃圾和廢物 究竟怎樣才可以過一個 沒那麼浪費的聖誕節呢? 聖誕節很多人都會佈置家裡 在巴西聖保羅 就有家庭佈置聖誕樹之後 發現了奇妙的事 很驚喜啊 我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我佈置聖誕樹的時候 雀仔媽媽就在捉巢 聖誕樹代表對耶穌基督降生的感謝 和和平 我們都很開心啊 不說不知 原來聖誕樹都有特別的意思 以前的人會用聖誕樹 代表耶穌帶給人生命 不同種類的樹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是香柏樹 代表耶穌王的身分 東青樹鋒利的尖端 還有紅骨子 代表耶穌基督 釘死在十字架上等等 香港很多人的家裡 都放不到一棵大的聖誕樹 而平時有幫人包花的阿Belle 今次都教我們 做一款乾花聖誕樹裝飾 要遇到長度 就剪自己想要的聖誕樹 那個枝有多長 用花剪 用繩綁上聖誕樹的形 然後用其他乾花材 就佈置聖誕樹 我自己喜好將裝飾 放上聖誕樹 大致上就完成了 送花很多時 都是男生送禮物的其中一個選擇 不過 早前網上 就有流傳畢業禮後 垃圾桶有很多鮮花被丟的照片 阿Belle就說 鮮花其實可以做成乾花 延長壽命 乾花其實最基本 是倒轉去曬乾或封乾都可以 乾花相對鮮花多些 但其實很視乎你怎樣處理它 譬如有時潮濕天氣 可能會很容易發霧 我有時會用酒精再抹一抹 基本上我覺得 我家裡有些乾花 其實都擺超過三年 阿Belle會把乾花放在家做裝飾 聖誕節 她還會用來布置家 增添氣氛 我會每年用一件 我就不會買新 因為我覺得每次買新 就很浪費 我就會慣性 可能早兩星期 就會在衣櫃裡 抄一箱的布置 很多都是儲起來 還有有些是自己再加工 每次都會不同 混合和合 除了你家裡有聖誕氣氛之餘 很多人都會在聖誕節開派對 交換禮物 你今年又買了什麼禮物呢 杯,不要了吧 相架 現在都沒有人曬相 擺設 人人都有土地問題 哪有這麼多位置擺 過去有很多人提出 最不想收到的聖誕禮物 有杯,相架和擺設 他們還成為絕膠三寶 Abel就說 她和朋友近幾年玩交換廢物 蛤?廢物有什麼好交換呢? 交換廢物不是沒有用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一群朋友 每年都會交換禮物 但開始悶了 不如有趣一點 開心一點 因為每年都會收到一些禮物 其實是很漂亮的 但未必是最適合自己用的 不如你拿一些憑良心 憑良心拿一些禮物出來 也是實用的 但你自己用不著 所以出來交換 我試過拿一些有卡通的毛毯 因為我自己收完之後 我又不喜歡卡通 所以我又拿出來交換 有朋友喜歡卡通 所以剛剛好用 除了布置家 和人家交換禮物 聖誕節還有很多活動 有一群人選擇 每年在這個時候 將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唱出來 那些歌曲的歌詞方面 都是講耶穌的降生 還有我們那些人是怎樣 很開心地迎接這個新生王 每一年的聖誕 我們都有這個音樂會 這次聖誕的音樂會 和以往我們大同小異 但今年有特別的就是 有兩首的歌曲 都是第一次在香港表演的 有一首就是全世界第一次表演 是我們邀請一位年輕的音樂家 另外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參加 其實都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這麼歡樂的節日 我們帶給觀眾一個好的信息 在一個這麼高度現代化的香港社會 當然我們希望朋友們聽完之後 有心裡面很好的喜樂 我想小朋友的心情是興奮 也希望他們透過這個活動 在這麼多人面前唱歌 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聖誕節除了感受喜樂 因為去到年底 其實都是一個感恩的時候 過去一年我們很順利地 這樣能夠到年底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 有一個感恩的心 除了歌詞 很多時音樂家都會用歌曲的音階 聲良 沛以不同的樂器帶出信息 好像普世寬騰 有人就認為一開始的音階 由高到低 是寓意耶穌從天上降世為人 道成肉身 昔日的人用盡方法 將聖誕節的意義帶出來 今天很多街上的燈飾 商場的布置都沒有再提起耶穌 你又願不願意告訴人 聖誕節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聖誕節當然是我們慶祝 耶穌基督的誕生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 是一個假期 但是我們希望 在這個歡樂的假期的時候 大家都想一想 到底聖誕節的意義是什麼 聖誕節當然是慶祝 耶穌基督降世 就是為人寫命 讓很多人得到救贖 聖誕節的信息 所以我們在聖誕的時候 除了我們歡樂之餘 也要想一想 我們怎樣去幫助一些需要的人 這才是聖誕節的一個重要的意義 我覺得在這個季節裡 除了跟朋友間接去講 分享禮物、美食、愛之餘 我覺得是分享基督的愛 教會這幾年 聖誕都會去報家音 可以跟別人分享信息 我們也會去探訪一些無家者 同樣分享愛